日本二度贈送台湾AZ疫苗 今天下午2点20分 113万剂的AZ疫苗 抵达了桃园机场 经过点交之后 送往冷除等待封间 不过目前国内只有701.56万剂的疫苗 从卫福部公布1到10类的接种顺序来看 以每个人一剂来计算 最多打到第9类就差不多打完了 50到64岁要全数打得到 可能要再等到9月底 前提是永龄跟台积电 买一千万剂的疫苗 是非常的顺利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至于50岁以下的人 则恐怕要等到11月份 才有机会打到疫苗 再次感谢日本赠送台湾 第二批113万剂AZ疫苗 把好下午2点20分抵达桃园机场 疫苗卸货之后 当场由海关核对进口编号 机编放行 再拖往华厨出关 送往大员冷链仓厨物流中心 这113万剂的AZ疫苗 一下飞机马上经过简单的点椒之后 就送上外面的这些货车上面 等一下他们就会运往冷除 日本上回捐助124万剂 这一次113万剂超过台湾疫城的疫苗覆盖率 国内目前手上的疫苗从3月3号开始购买到的AZ算起 到6月日本赠送AZ疫苗 还有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以及自购的所有疫苗 累积至7月8号大约有701万剂的疫苗 如今轮到第七第八类 假设每个人只打一剂 目前国内只有701万剂 最多只能打到第九类 因为累积已经有962.4万人了 而第十类50到64岁成人 530万人7月底开放登记 但再加上去可能得一等永龄跟台积电 共一千万剂疫苗 如果8月底顺利进口 最快也要等9月底才能通通达到疫苗 卫福部目前只分10类 如果再往下还没分类 但是按照年龄顺序排 45到49岁有176万人 40到44岁高达201万人 累积1870.7万人 倘若目前已经有消息的 1702万剂疫苗顺利到位 40到44岁最快11月才能打到疫苗 更遑论40岁以下的其他人 国内青壮年年底前恐怕只能再等等 东森新闻最后报道 疫苗很努力的施打当中 要把普及率再往上拉高 而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微解封 包含了国家森林公园游乐区 都是开放的 可是直营的山庄必须要降载五成 太平山庄管理单位就回应 早就配合防疫降载了 已经订到房的人都一定可以入住 只是就怕微解封之后 宜兰会出现一个旅游的人潮涌出去 十六处的风景区包含了人气经典 摩擦山 清水地热 封闭到三级警戒结束 而防疫的新规定有这一条 餐饮业 餐厅可以内用 但不可以共识 那么宜兰有名的烤鸡业者怎么说呢 他们表示客人来里面吃饭 会协助分食把鸡肉先切好 阳光穿透云层 洒落在清澈的湖水上 太平山翠风湖美景 无奈因为疫情封锁将近两个月 总算盼道为解封 森林公园有乐趣开放 但山屋持续封印 而灵管处直营山庄也可恢复营业 因此太平山山庄房间需要降载五成 通铺型住宿人不开放 住宿上小木屋每间四人违宪 理论上太平山庄应该降载 但是在宣布之前 太平山庄定房网站早就客满 一路到九月初降载规定之前就都订满 降载之后还住得到吗 后来二级几届的时候 就降载八成的一个住房率 前阵子的印度变种病毒发生之后 那许多的游客又陆续来退房 其实退房之后 我们就没有把房间再放出去了 除了住房管制也做人流管控 平均太平山每天三千个人入园 一规定限制四成以下 连同住房游客现在只能八百个人入园 原本县府就严拟 要在国武四个交流道设置 十连制体温量测站 虽然已向中央申请 但还没有回应 这样子的一个人流或车流的一个控管 那这个部分有提出来相关的一些 替代方案的措施 尊重中央政策 但地方也有对策 宜兰县公布包括五峰崎 抹茶山 汤维沟公园 五老坑风景区 清水地热等 县内十六处风景区 仍旧维持封闭 直到三级警戒结束 这么做考量为何 那目前双北都还有确诊的病例在产生 所以在三级警戒期间 十六个风景区仍然维持封闭 外皮料理的酥脆香气四溢 听闻微解锋 白放好隔板 但餐饮规定上不能共识 过去大家一起手撕旺摇机 现在恐怕还不行 必须由业者先行处理 防疫大前提下警戒延长 并行为解锋 回归原本生活 也露出曙光 冬司新闻带之间 刘敏轩一栏报道 备战解锋商机 七月份不少车厂陆续的推出新款的车型 特别的是车厂聚焦在可以容纳七人做的车型 就是比较大的车 韩系品牌新车上市一个礼拜 就创下三十台的成交记录 而另外欧系车商当家热销的七人款SUV 上半年挂牌数也冲破了一千一百台的新高 往前滑往后退第二排空间放大三十四毫米 就连壮汉坐进来 双脚一伸还绰绰有余 前座侧边下缘也能电动调整灵活变换空间 不过七人做的手旅车呢 最关键的当然还是第三排的乘客 坐得舒不舒适了 以我坐进来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其实我的膝部和前面 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头部的表现呢 也还算很舒适 最重要的是顶规车款 其实还有额外提供一套空调系统 室内空间很抢眼 动力表现更是惊艳 熟度导入涡轮油电系统 纵效输出达两百三十匹马力 狂猛性能呼应霸气外观 冲出上市七天 成交三十台记录 涡轮油电的一个动力 那这个动力呢 其实在同一个极具 或者是跨极具里面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相似的一个产品 那如果需要买到Turbo Hybrid 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 除了是F1的赛车 要比七人坐车 市场销售常胜均可是它 立体板件折线 行速肌肉线条 需扣打七人坐SUV 慢载时还有两百七十公升空间 搭配电动尾门 都更贴近家庭需求 今年上半年就卖了一千一百零七台 B空间KIA也不逊色 电动滑门一开 第二排座椅轻松转向 中间还有小桌子 直接变身行动电影院 上市三个月 接单破六百张 带动平台上半年订单一口气 年增百分之一百六十 七人坐的好处是可以容纳更多的乘客 空间的变化弹性也很大 但是可以倾倒第三排第二排 有的甚至可以悬轮座椅变成面对面 这样乘客可以更轻松方便的互动 七人坐大手旅多功能优势定位 切中家庭客需求 在台湾车市成为一匹大黑马一军突起 东森肯定新闻 许金刚红沛宇台北报导 为解封在即房市也准备迎接 暴富性的买盘 像是台北市又出现了一级的透天醋 原本呢它是一间养生会馆 现在要卖出去啰 推估是看好改建后的商机 另外最近看物客也真的出笼了 近期预约的人流大幅成长将近四成 北市南京东路上这栋近30瓶的透天老宅 被开发商以2.1亿元买下 每瓶成交价高达715.7万元 北市围老改建热度依旧 原先是养生会馆的老透天醋 也能卖出一级价格 市场推估是看好围老改建商机 抢先卡位 不过房市回温还有自住客 透明隔板来备战 因为过去暂缓的看物人流 终于陆续回笼 第一线业者最有感 近期预约看房买房大幅成长38.7% 就连网路上的影音看房 物件都暴增超过一倍 防众它又不可能说一次带一堆的人去看 防护的这个规范有把规范做到 然后我们也有做到自身的防护 我觉得应该还好 虽然有不少民众期待房价有机会回落 但事实上违让利的建案还真的是寥寥无几 毕竟自住市场依旧活络 甚至有超过六成的民众愿意买房抗通膨 针对政府的违解封 我们现在房众也开始进入战备状态 台湾疫情的控制趋向稳定 我相信外来的房市也会越来越稳定 且保值 建商同样看好后续房市增温 全年总建案量估上1.1兆元 且在建筑成本增加下 新建案开价约上涨15%到20 解封在即要卯足活力 补足过去暂缓的买气 东森残新闻 终于瑞林浩宇台北报道 古时顿大龙虾 只要88 生鲜水产肉品应有尽有 永辉超市作为中国大陆第三大连锁超市 遍及中国585个城市拥有一千多间店 曾经市场一片看好 永辉更被誉为千亿百码 如今跌下神坛股价从高峰暴跌60% 市值直接蒸发700亿人民币 连大咖腾讯董事长马化腾 京东执行长刘强东也都惨亏 比如腾讯三年前入股永辉 目前浮亏超40% 为了提振市场信心 永辉一度实施大笔回购 但是市场的反应却是一般的 正当市场哀鸿遍野 内部又传出董事长秘书决定辞职 事实上永辉股价下跌早有预警 永辉现是因为近年中国境内线上超市盛行 被瓜分许多实体通路客户 之后又被多次点名 检验不合格 安全疑虑层出不穷 永辉也走了他们的老路 顾客喜欢吃活鱼 活蹦乱跳就意味着新鲜 那怎么来保持鲜活呢 靠的是抗菌药 明的不行咱就来按的 我们应该是一个产业一种 带动商业发展的一个物种 超级物种 19岁就高中辅学创业 做过农工康尼包搬砖头 永辉创办人张宣松 让一家福建杂货店 到现在变成中国超市巨头 从福建发展起来 然后到重庆到北京 现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企业 身家超过180亿人民币 张宣松靠的是勤奋 刻苦 还有旗舰不断修正错误 从失败中提取经验 此次能不能再化 为机为转机 都在在考验 这位传奇人物的智慧 东森财经新闻 现在国内的打疫苗顺序 是从老人家先打 但现在有这个专家跳出来 认为说可以的话 应该让比较年轻的人 先打疫苗 为什么呢 因为公卫专家 陈秀希她说 新冠肺炎 有一种理论 很少被提到 也就是年轻人 传给老年人非常容易 而且几率很大 会变成重症 反倒是老年人 很少传染给年轻人 因此希望说 如果有决定权的话 郭台铭跟台积电 买来的一千万剂 BNT疫苗 应该要打在 比较年轻的人身上 这也被称为是 迪士尼打法 迪士尼是好多小朋友 心中的梦想原地 但现在怎么会 跟疫苗扯上边 原来公卫专家 陈秀希独创提出 迪士尼疫苗打法 意思就是 让年轻人先打 先打 年轻人的抵抗力又比较好 这样还不错 年轻人比较常出门 或是甚至工作 那其实很多六十岁以上 或者是五十几岁 他们虽然可能比较容易 染疫抵抗比较低 可是毕竟他们出去的 次数比较少 陈秀希开出第一枪 好多年轻人听到都说赞 迪士尼打法 陈秀希解释 是取名来由有二 一个是年轻人 其实渴望打到疫苗 就像他们渴望去迪士尼玩一样 第二个说法是 年轻人打完疫苗 就能到处跑跳 不怕病毒 就像是去迪士尼 放胆玩乐一样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郭董 台积电这些 其实这一千剂疫苗 如果从科学 如果我可以做决策 我愿意把这一千万的疫苗 刚好打在十二岁到三十岁 五百万打两期 刚好就是一千万 他开出的这一枪 就是为了年轻人开这一枪 陈秀希说 如果民间真正的一千万剂BNT油谱 就该打在年轻人身上 因为辉瑞有针对十二到十五岁 提出第三期临床试验 可以百分百降低症状发生 所引起的副作用跟成人差不多 年轻人传给老年人比较快 借由年轻人把病毒带给老年人 就容易造成重症 老年人传给年轻人反而比较低 如果可以 赶紧把疫苗打在十二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虽然全世界并没有任何一国 让年轻人优先顺序 排得比长者前面 但陈秀希坦言 欧美国家老人几乎打完 年轻人正在打 台湾也应该加紧脚步 赶快让国家的栋梁 也能被疫苗保护 董温顺 生活新在台北 葱老 静态